一个六十岁的美国校长 竟然跪在中国学生家长面前 求他们把孩子转走 原来这个男孩太擅长打架了 年纪轻轻就是黑带高手 在短短一年时间里 就读于美国多个州的学校 最后都因为打了老师 殴打同学甚至殴打校长而转校 加州不要你 新二良州也不要你 就连德克萨斯州也不要你呀 他就是林秋南 他从小的愿望就是成为超级英雄 所以练就了一身的本领 这次父母骗他说 舅舅一个人在中国 需要他去保护 男孩一听 立马有了使命感 提着行李上了回国的飞机 林秋南带着他的超级英雄梦 回到了中国 和舅舅原来共同生活 然而在学校报到的第一天 麻烦就找上了门 校爸直接用你 老师让你坐这儿了吗 他毫不放在眼里淡定坐下 霸气回队 我就坐这儿 怎么着 这时校爸的脸面挂不住 一怒站了起来 身后的小弟纷纷站立 恶狠狠地盯着他 从未见过这么嚣张的心声 决定好好地教训他一顿 果然在放学的路上 他被校爸一行人堵住 校爸说要收他做小弟 还不赶快叫老大 你也太low了吗 以后啊听我的 我罩着你 我罩着你还差不多 最终两人下了比武战书 谁赢了谁就是老大 然而校爸可算是踢到铁板 首先比试跆拳道技巧 校爸第一个上台表演 就赢得满堂喝彩 然而林秋南也不甘落后 一套连环踢后空翻 两人居然不相上下 随后两人开始进行 一B真枪实弹 双打比赛 刚开始校爸还能应对一两招 但林秋南突然来了一个高脚踢 直接把校爸干翻在地 不等校爸反应 接连一系列踢腿招式 让校爸看看什么叫人体大模 把校爸打得连连叫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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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头 但校爸直接耍赖 叫上了身后的四个小弟 第一个小弟头顶木板 大喊着往前冲 瞬间被林秋南一脚丫子 踢成猪头 第二个小弟迈着妖娆的步子走来 快速偷袭 并来了个后空踢 林秋南直接给他来了个大招 校爸一行人看形势不对 立马骑上阵 刚开始还能压制林秋南几招 然而林秋南见招拆招一粒打 一个炫酷的回旋踢 直接把校爸一行人挨个打倒 现在知道谁是老大了吗 然而校爸仍然不服 轻挑下巴挑衅林秋南 你要把马老师打倒 我们就拜你为师 林秋南为了让他们心服口服 在跆拳道课上 直接对马老师公开喊话 我要跟你单调 马老师不可置信地反问他 你再说一遍 林秋南仍然大声笃定地 要向他挑战 马老师心想就一个小孩 那就陪他玩玩 活动活动下筋骨 为了不显得他欺负小孩 马老师主动提出 要把自己的双手绑住 刚开始林秋南选择了猛攻 但都被马老师轻松化解 直接一脚把林秋南踢倒在地 看此场景 马老师开始嘲讽 这使林秋南也不再轻易 一套潇洒自如的连环踢 直接把马老师打得连连后退 最后一个段子绝钻脚 把马老师直接打趴下 这时马老师反悔到 刚才是陪他玩儿了 公平起见解放了自己的双手 认真开打 林秋南丝毫不怕 大吼一声一套见招拆招的游心拳 一股作气把马老师打得人羊马翻 班级传来一声声喝彩 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 马老师又重新制定了新的比试规则 我打你不准你还手 于是在场地上开 起了你追我赶的模式 只见马老师奔住林秋南的头 由于林秋南手短 无法进行任何反抗 在等马老师掉以轻心时 林秋南直接抓住马老师的手 一个剪刀腿 一个漂亮的锅肩摔 局势瞬间逆转 马老师被林秋南打得落花流水 经由此事 林秋南一跃成为校园内的风云人物 甚至校霸也甘居人下 带着一群小弟拜他为师 并将他们的团队起名为龙泉小子 那我们就叫龙泉小子吧 好 这师傅 有龙泉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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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的种种缠斗暂告一段落 一次偶然的机会 林秋南被卷入到了一场 国际走私犯罪之中 之前回国时 在机场林秋南看见有人抢包 立刻追了出去 只见他一脚踢翻两个路牌后 又站在牌上面火速追击 花式走位 绕过重重阻碍 这时抢包贼已经跑得气喘吁吁 此贼一看发现只有一个小孩在追赶 于是决定给点颜色看看 只见他跑向林秋南 还没开始便被一脚踹翻在地上 这时行李碰巧打开出现一只兔子 他拿起兔子 准备交给警察叔叔 警察叔叔听指示 一个小孩拿了一只兔子 不放在心上的 说让他回家自己养着玩玩 在马老师住院期间 林秋南碰巧看到了一张报纸 得知那只兔子原来是只血兔 他是一个医学奇迹 可以救许多人的性命 后来被一帮劫子抢走了 此时绑匪板大街寻找兔子 早已得知是秋南拿了兔子 于是绑匪绑了他的老师和同学 威胁林秋南 只能带着兔子之身前往来交换他们 于是在夜晚 林秋南之身一人来到黑帮大本营 交换人之后 兔子到了黑帮大佬的手中 该大佬仔细观察林秋南递过来的兔子 发现原来血兔早已被林秋南 用普通的兔子替换掉 决定给林秋南他们一点颜色瞧瞧 随后几人快速逃跑 但在逃跑的过程中 班主任再次被抓住 黑帮势力将班主任和舅舅 用绳索掉在半空中 林秋南只能再次孤身营救 这时异形黑衣人气势汹汹地走向林秋南 他迅速调整姿势出招 一脚踹飞两人 又凭借飞踢踢倒剩下的班 这时黑帮大佬坐不住了 拿着刀就要砍绳索 让班主任和舅舅从高空坠落 林秋南此时只能放弃挣扎 黑衣人便牢牢地控制住他 这时一声剧情 马老师带着龙泉小子闪亮登场 这再也不是林秋南的乌鲁奋战 龙泉小子摆好架时 纷纷与对方开始战斗 黑帮大佬的实力确实有点东西 单个人的战斗终究不是黑帮大佬的对手 即使合作也弥补不了武力上的差距 他们被打得落花流水 为什么 秋南怒了 龙泉小子 放开一击 热 龙泉小子 全都出现 热 热 在他们精料地配合下 飞踢出拳轮番上阵 三人使出功夫飞踢 又持续地机体围攻 黑帮大佬一招招落败 逐渐落入下方 最后林秋南又城市凝聚起团队 飞升而起 在空中转几十圈不断蓄力 最终一脚将黑帮大佬推移过去 飞蛾势力最终在警察的到来 和龙泉小子的骑行协力下得以打击 所有的黑帮成员被一网打尽 并且 林秋南在中国的超级英雄梦国还在继续 更多电影《龙泉小子》精彩解说 请关注本营导演 请关注本营导演